我记得我当初也说 UI漂不漂亮 我现在也意识到不是那么大的问题 好不好用才是最大的问题 其实刚才讲的那个圈层 我觉得是在中国的互联网 其实是更丰富的 它不是两元对立的 就是像声音的文章里面讲的 其实它可能更丰富 可能大部分的互联网用户在北上广深 我的测算是1.5亿的人群 如果你再渗透下去 到成都南京省会一级的 那你就可能是三亿多 能再往上渗透到县市一级的 那你会就五六亿 你到农村的话就十几个亿 它的一圈一圈一层一层的 能够真正打通到小镇的应用都不多 你像淘宝现在 其实拼多多有那么大的市场 是因为还有一些用户并不会上淘宝 是这些用户是在 可能是在镇上面的 或者是县城方面的 所以这个圈城就是它一层一层的下去 如果你的产品的特性符合某一个层 它的传播非常广 树华跟我聊完之后 我并不知道快手是个什么东西 那因为我在富士康养成一个习惯 我去到吃饭饭馆 我会问服务员你最近用什么app 我去一个剪头发 我也会问洗头的小哥你用什么app 我有一段时间发现 他们都说在用快手 因为他们就是没有电视 没有娱乐 下班一般就是刷一个小时的快手 应该在几年前吧 应该不是现在快手那么知名度那么高 所以他们的数据那时候长得很厉害 根本没有人知道 就是在这一个人群里面 它就传播得非常非常快 如果是你做一个内容相关的 社区相关的 我觉得你个人的喜好是一个蛮大的包袱 我非常憎恨 不说憎恨 非常困扰的 就是我的很多兴趣爱好 你看我们听的都是摇滚乐 是吧 看的都是什么文学小说 谈论的都是哲学 看的电影都是美剧 这些其实会影响我们在对 更大的圈层的服务的时候 它会成为你的包袱 你像素华就是典型的精英 他是谷歌真正的名校毕业 然后谷歌工作的一个人 但是他是技术男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产品经理 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程序员 所以他很冷静 他很多事情都是用算法来看待问题的 所以他的包袱会比我们这些 喜欢文艺的人少很多很多 是吧 如果一个logo到今天 我说要做的接地起点 我这个logo还是找了世界著名的 大师级的设计师帮我们设计 就是你的心里是喜欢这个东西 但是我现在更多的做的话是放权 可能是我们的产品会 因为更多的是年轻人 所以我们的更多是给年轻人 给数据去做这件事 我其实更多的时候 在产品上我觉得我没错 但是我已经老了 对 所以我觉得我已经老了 所以在 不要不要 我们都要一起活到120岁 对对对 但是我是觉得很多事情 还是要给年轻人去做 然后还是要靠那个算法来做一些 帮助做一些判断 所以荔枝应该是最早没有编辑的一个音频平台 就是我们一直也在做那个智能的推荐 当然如果是纯粹的智能推荐 也会有很大的问题 我认为任何的一个技术 它背后还是得有价值观 它背后还是得有人心本心在那里 否则的话 这会出很大的问题 当然这个也是我们整个社会 现在会面临的问题 今天可能谈AI 谈机器人 如果是快速的出了很多机器人 能替代掉我们的工作 那我们会怎么办 大家有没有想过 如果是你不用干活了 政府每个月发你一万块钱 你会怎么过 是吧 这个都是个很大的问题 可能我们都短时间内 都很难去适应 这些事情 所以通过算法 AI来做的产品 我觉得在短期内 会面临一个转变的痛苦 阵痛期 首先社会债机观 是不可以让步的 这个在中国创业的话 大家最近可能也感觉到 社会债机以后 我觉得会成为一个铁的线 在那里 你是不能碰的 是高压线 你一定要是符合正向的 社会价值观 你才有可能 才有可能生存 可能以前有些灰色的空间 但以后我越来越觉得 每一个创业者 必须认认真真地去学习 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什么东西 是吧 这个是必须的 很好 那我在这说一下 对今天我们是一个AI的论坛 然后作为资深文青创业者的 Marco提出了 我们要学习社会主义价值观 这个是必须的 这个是必要的条件 就是你能够发展的 必要的第一个条件 那么第二个问题 就是讲到你个人的边界 和那个AI的边界 就是这个是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可能 还是要有一个综合 我觉得完全放给算法 是很危险的 可能在短期内 我的倾向还是要人为的 适当地去干预一下算法 因为如果你完全按算法 呈现出来东西 其实蛮恐怖的 是非常恐怖的 就好像如果我们把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手机 都拿出来 公之欲众 是吧 大家都看里面聊天内容 那也蛮恐怖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的观点是在算法的基础上 还是要加一点 人为的干预在这里面 我们也一直是这样做的 所以做的不是非常的纯粹